看看这个有剥点花纹的小盒子 今天我们就来画它吧 可是这么多剥点花纹 是想逼死手残小白吗 已经有很多小伙伴说 画出来花纹和物体之间不协调 花纹很生意 物体还扁扁的 没有力气感 别急 鸟匠来帮忙啦 让喜欢精美细节和花纹的你 也能大胆放手去画 创作出更棒的作品 大家在绘制带花纹的物体时 总是不自觉地将花纹和物体分离开 单一地刻画花纹的形状和颜色 名案变化就容易被忽略掉 也就很难画出立体感啦 那要如何解决呢 就需要我们在绘画时 把物体和花纹当成一个整体来分析 我们都知道 物体收光照后会产生明暗变化 花纹也是一样哦 花纹收光位置的颜色会浅一些 背光位置的颜色会变深 可以看到 物体表面的花纹 会随着物体的明暗关系变深或变浅 因此 在我们的画面中 除了表现物体的明暗 还要画出花纹的明暗 而且两者的明暗变化要一致哦 这里有一个很适合 初学小伙伴的绘制方法 先来画出物体整体的明暗关系 然后在这个明暗变化上画出花纹 在物体亮部 花纹也会比较亮 所以上色要浅一些 下笔时可以轻一点 画到物体暗部位置时 花纹的颜色就和暗部色调一样 变得更深 我们可以加重下笔力度 或者多叠化几次 让花纹的颜色明暗 和物体整体明暗相统一 这样花纹和物体之间 就牢牢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还能画出物体的立体感哦 如果你喜欢画在纹里的物体 那这个小技法一定要掌握哦 只要整体把握好物体明暗 运用花纹和物体明暗统一的画法 挑战复杂花纹就不在画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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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